两种螺丝粉垫的炸蛋做法做出来给大家对比一下 第一种做法 打一颗鸡蛋 蛋清蛋黄混合打发出泡沫 油温160度 倒入鸡蛋液 如果有特别大的气泡可以用筷子炸几个孔 炸半分钟就可以翻面 翻面后再炸半分钟就好了 第一种方法做出的炸蛋口感是酥脆的 第二种做法蛋黄和蛋清要分开 蛋清打出泡沫 先把蛋清放进去 再把蛋黄放上 炸至表面微微泛黄就可以 这样做出来的蛋黄是溏心的 想让蛋黄和蛋清不分家 也可以把蛋黄直接倒在打发的蛋清上 我们来试试这两个炸蛋的味道吧 一号炸蛋很脆 油炸中产生了很多气泡 所以也特别吸汤汁 二号炸蛋的口感比较丰富 边缘的蛋清是酥脆的 中间部分的蛋清还能吃到蛋白的口感 蛋黄是溏心的 做一次炸蛋还挺费油的 不如把两种都试试吧 我用的是这种特别特别薄的油豆皮 大部分超市还有能送菜上门的app里边 应该都有这种油豆皮 锅里的油不要浪费了 把豆皮也炸了吧